温意的证明一下 大家都不知道确切的嘛 所以先稍微证明一下 就有一次吧 我实在是发完片子了 闲来无事 我打算下楼走一走 因为国家电视台在楼下 有一个演播室 还有那个直播车 在我们的那个酒店的后面 所以我就想看了 他的演播室什么样 我刚刚走到地下一层 那个台阶 刚下这个台阶 还没迈开步 就被那些平日里看着 特别和原夜色的翻译 给我制止了 而且特别态度强硬的 说让我立刻马上上楼 觉得马上上去 当今晚上 还有一个更高级的一个主管 专门到我房间来质问我 为什么要下楼 我说你这楼 又没有蓝的顶接线 你有没有写着禁止入内 什么牌子都没有 这是一开放的一个地下室 我怎么就不能去 而且这地下室 还有一个乒乓球的案子 然后他就 而且可是这个人 根本就几乎不给我 说话的机会 还特别强硬的 问我是不是什么 北约美国中情局 派来的情报人员 我当时觉得 他反应过激了 而且呢 我就随便调喊一句 我说你紧张什么呀 我只不过是下楼 溜达一圈 难道卡扎菲 住楼下吗 然后他当时就 就立刻闭嘴 然后突然大笑 他说对对对 卡扎菲和赛伊夫 都住这里了 我觉得他这反应 就完全是一过度反应 所以说明很有可能 另外呢 就是我们的阳台上 我发现就是有 给那个北约战机的 那种信号 就是很大的用 一种就是有特 就可以夜市 可以看见的一种 涂料图的大三角 指向了一个 那个东南方向 意思也就是说 北约你战机 最好不要炸这个楼 因为记者都在这里头 所以 卡扎菲有可能 就住在这个酒店 因为他 我们是他的人 现在听起来 虽然是笑谈 但是我觉得 我们秦峰的这个分析 也不是毫无道理的 您说是吗 完全有可能 卡扎菲 真的在这个酒店里 待过 当然后来呢 他还是钻了下水道 这个下水道四通八达呀 你不知道他打哪个口 走的呀 卡扎菲 现在 走到了哪个路口 这种道路名 是这个厄 才做的 反正 还在判断 在处击 下水道 可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帮他首选好像都是聊委内瑞拉 因为那儿有个查维斯 查维斯一向就力挺卡扎菲 谁打卡扎菲 你看查维斯就骂谁 这哥俩挺铁 但是此时此刻 卡扎菲会投奔查维斯吗 倒是知道 迪里波利机场早就开始准备 卡扎菲和家人飞往委内瑞拉的飞机 但是飞机准备了 他去吗 这个有人分析 他不一定会去 为什么呢 查维斯这领导人 他都有个健康问题 查维斯身患癌症 那虽然咱都知道查维斯人是抗癌斗士 但是毕竟这个卡扎菲得顾虑这一层 虽然委内瑞拉愿意收留他 可是他也知道 那是因为他跟查维斯哥俩好 万一查维斯有个不测 那他在委内瑞拉的处境就很难说了 利比亚反对派消息人士曾表示 一个由六辆奔驰车组成的车队 8月26日早晨从利比亚进入阿尔及利亚境内 卡扎菲及其儿子有可能就在车内 当然现在证实了 跑到阿尔及利亚的不是卡扎菲 而是他一部分的老婆孩子 你瞧人卡扎菲多幸福 老婆孩子都是一部分一部分的 哪像咱们就一个 而且呢 咱说回到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利亚政府那边也表示了 说如果说这个卡扎菲啊 要跑到我们这来 那没话说 马上我们把他送国际刑事法院 刑事法庭 那他还能去哪 这个时候又有人说了 他有可能去尼加拉瓜 因为呢 最近这阵尼加拉瓜 有一位总统助理 好像这个隐约说过啊 愿意接受什么政治避难 似乎暗指卡扎菲 而且最近尼加拉瓜的总统 奥尔特加 他这个挺卡扎菲 甚至最近还称他为什么兄弟啊 朋友啊 要说卡扎菲 他在台上风光的时候 那在世界各国啊 各地啊 还是有不少这个顾人 顾交的啊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 不知道还有几个人认他 说到他的顾人当中啊 有一位还是中国人 当然他自个儿 不可能不认为他自己是中国人 您看这张照片 这是最近台湾媒体翻出来这个热炒的一张老照片 站在阿扁旁边的这个正是卡扎菲的二儿子赛义夫 这是2006年阿扁访问利比亚的时候拍的 就那年年初的时候啊 赛义夫访问台湾 而且赛义夫在台湾表示 来我们利比亚跟台湾好 我们利比亚要成为啊 这个台湾前进非洲的这个门户 那意思就是这个帮托啊 阿扁这边投桃报礼 也去这个回访 两下礼啊 搞得很亲密的样子 只是今日 赛义夫不知生死 而沉水阿扁又如何呢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 沉水扁与吴书珍涉及的国务基要费案 8月26日上午进行了更衣审 更衣审宣判 扁珍涉及的国务基要费案无罪 但在洗钱及伪造文书罪行仍有判刑 何怡婷判决陈水扁应执行有期徒刑两年八个月 那么清楚用别人的发票诈领国务基要费 做私人用途 这个不叫贪污 那我觉得我们的司法机关就关掉了 阿扁这位雇人 这是早已身陷牢笼了 那咱们再帮着卡扎菲盘一盘 还有什么占亲戴故 还有一位雇人 这个卡扎菲的女儿啊 曾经给他做过辩护律师 您知道是谁 萨达姆啊 当年萨达姆在接受法庭审判的时候 他这个辩护律师团里有一个女的 就是卡扎菲的女儿 他自愿帮着萨达姆去辩护 萨达姆是早就上过了法庭 现在呢 人都已经没人了 但是咱们也不妨再来看一看 老萨当年在法庭上的英容笑貌 我现在不是 我认为 我认为 现在该是 你被开了吗 对 我拿去达姆 还有一位跟这个卡扎菲啊 恩怨比较复杂的这么一个故人 穆巴拉克 最近咱们在新闻上也瞧见了 哎呦可怜呐 这个人质衰年呐 重病缠身呢 还要出庭啊 而且呢 出庭还得给关在铁笼子里出庭 今年8月3日和8月15日 穆巴拉克两次出庭受审 而两次受审都是在巨大的铁笼当中 由于身体虚弱 受审过程中 穆巴拉克始终躺在护理病床上 为什么要看这一个又一个的故人 因为我推想卡扎菲本人 对这一位又一位故人 他们的下场 当然是心知肚明 那此时此刻 他心知肚明的他 会怎么样设计他的收场呢 还是说他现在早已是荒布宅路 顾不上设计造型了呢 说起造型啊 这个有一位卡扎菲政府的前总理 叛逃到意大利的贾鲁德 最近跟媒体说 说你们放心 卡扎菲啊 他不会自杀的 他没那个胆 你以为他是希特勒啊 他不会自杀的 他说我估计啊 他会化妆脱头 他会化妆成什么造型呢 他说他会化妆成女人 或者是其他的形象 逃走 当然这个话 听起来也有点这个损态的意思 反正现在当然是树倒呼寸散 强倒众人推 不过他说的这个形象化妆 反倒让我联想起啊 上回我们说到卡扎菲传奇的时候啊 曾经提到过 卡扎菲的一生啊 也是一位行为艺术家的一生 但是他塑造了多种的这个造型 所以咱们不如啊 就在他这一辈子塑造的 表演的种种造型啊 种种言行当中 了结这一回传奇吧 这一辈子塑造的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阳光保险 明人面对面